走进园村土布博物馆,不仅可以看到织布机,土布收纳柜等老物件,还能看到这项飞移的各种衍生品。 60岁的崔雪芹,是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,赞黄园村土布纺织记忆传承人。 经过16年的努力,他让当地几斤失传的传统手工纺织记忆再换新生。 1300多位农村妇女从中获益,更是通过创新,让土布走出国门,惊艳了米兰国际时装周。 原村是没有这个村庄,它象征了原来村庄生产的产品,一个是回忆,一个是绿色传承原汁原味,一个是这个记忆。 崔雪芹介绍,土布是千百年来中国民间的一种手工织布工艺,原村土布防制记忆,有谈棉花、纺线、织布、缩水、剪裁等72道工序。 传统意义上说,土布就是一个床单的一个被褥之类的东西。 现在我们的产品可不一样,有300多个品种,从心中是时尚,休闲,商务休闲。 崔雪芹说,原材料棉花的品质提高,工艺改进,从锅浆生产改进为无浆生产。 染剂只用矿物染料,或者输液、葡萄等植物提取物,不含甲醛等化学物质。 纺织机也做了改良,让原来浮宽很窄的布,有了更多的应用可能。 2017年,崔雪芹建立了原村土布的外贸部,先后参加了德国法兰克福家房展,比利时弗拉芒国际贸易博览会。 后来,还被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名誉主席马里奥·伯塞利邀请,登上了米兰国际时装周。 在欧洲参展的时候,真的他们竖起了大拇指,中国还有这种传统工艺,非常了不起。 中国的农民好伟大,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句话。 崔雪芹表示,她希望依托原村土布,打造一系列的产业链,统一规划附近村庄,打造原村土布文旅小镇,带动更多民众支付。 让幼小的孩子们可以来这做体验,让他们好好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,附带我们当地的农产品,包括民俗,包括特色小吃,一起带起来综合发展, 让更多的创业者,年轻人,回乡创业,扩大消费群体,乡村串绵整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